不仅走到哪儿都要带着自己的新人,尤其是格外看好迪丽热巴,好在迪丽热巴也没有辜负杨幂对她的希望,在《克拉恋人》中,迪丽热巴饰演女儿高文,当时唐音的角色被黑得很惨,但女配热巴却凭借着出色的演技一炮而红,甚至还被称作中国版的千颂一,获得了大众的一致好评。 在热播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,杨幂旗下的艺人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配角,如迪丽热巴饰演的凤九,高伟光饰演的东华帝君等,但是大方的杨幂并没有一直让他们当配角,有主角的机会他还是各种给资源。 像前一段时间,在腾讯视频热播的漂亮的李慧君中,迪丽热巴更是挑起大梁给女主,没有辜负老板杨幂的顾心,也正是因为大秘密是个好老板,常常带着他们上节目刷脸,热门资源都给齐全了。 因此,让这些艺人们在2017年大爆,并且杨幂在对待员工方面也是毫不吝啬,早在2013年就爆出,他给自己公司的员工发放年终奖是每个人20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